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7月14日,星期二,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冷眼看世界The Walls节目 在刚刚过去的一天,也就是说周二这一天,美国是新增了61248个感染 然后新增死亡的是827个 所以现在基本上美国疫情就是每天新增病例大概保持在6万人 然后尽管这些是美国第二波非常疯狂的坏消息 但是今天还有一个好消息 就是各大媒体都争相报道 比如说CNN还有福克斯新闻都报道 美国今天一个制药公司叫Moderna 也是一个生物科技公司 它给出了一个第一期的疫苗 的这个实验的结果 它呢,这个结果呢,非常不错 但是呢,还有需要更多的这个研究 我们看一下这个CNN给出来的新闻呢 就是在今天周二发表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呢 发表出了这个Moderna的一个这个一期这些志愿者 这个参加这个疫苗实验的一个结果 显示出来呢,这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尽管呢,有一些这个非常小的这个副作用 我们可以看啊,这个第一期呢,它其实 参加这个第一期的这些志愿者呢,人还是非常少的 只有45个这个成年人 年龄在18岁到55岁之间 他们呢,采用了这个疫苗是28天的这个跨度 差不多是一个月的跨度 然后发现这个结果还是不错 这样的一个结果今天发表出来之后呢 也使得这个Moderna这个疫苗成为了美国的第一个 这个对于新冠病情的这个疫苗 是发表在了一个这个同行审阅的一个疫苗杂志上 之前呢都是没有的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呢 尽管这个结果非常不错 也发表出来文章了 同行呢,也这个评审了,也过审了 但是这个仅仅是这个Phase 1,就是第一期的 这个月稍微晚些时候呢,会出现第三期 我们从这个福克斯新闻 也可以看到从7月27号开始呢 会有大规模的人参加这个第三期的疫苗的这个实验 会有3万人跟这个第一期只有45个人对比 那一下子翻了好多倍 然后第三期的结果会怎么样呢 我们还是要在耐心的等待 在第三期结果完了之后呢 因为第三期呢基本上就是一个最后的一期了 如果结果还不错的话呢 那这些这个regulator就是 这些负责管制的这些人 说会争取从2021年,也就是说从明年开始 有可能每年呢会达到这个5亿个这个剂量的疫苗 甚至有可能达到这个10亿个剂量的疫苗 现在整个世界观人口就60多亿 如果真的能像Moderna这个公司 说的这样这么大规模量产的话 那这个基本上这几年就能够把这个所有的这个地球人都给覆盖了 但是这个呢还是非常遥远的 所以尽管今天出了一个这么令美国人很宽心骨的消息呢 但是其实呢 这个也许事实并不是说像这个仅仅第一期的这个实验结果 暂时这个结果这么引人乐观 比如说美国周南山福奇博士呢 就说我们这个世界呢 有可能看到一个疫苗在一年到一年半之后 这个也是福奇博士针对这个Moderna公司 今天产生的这个一期的疫苗实验结果 比较乐观而说的 福奇说呢 说没有一个疫苗能够百分之百的有效的 而科学家认为呢 就有可能会有这个Herd Immunity 就是群体免疫 如果有足够的人 就是得了之后能够活下来 或者呢有足够的人能够被这个接种疫苗 比如说是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七十五有效的疫苗 那么呢就会这个产生一个群体免疫的一个效应 同时呢这个福奇博士还澄清说 说我希望呢 这个疫苗有可能是足够的快 但是当我说这个soon 就是当我说这个快的时候 我大概讲的一个范围呢 就是从现在开始一年到一年半 所以现在呢是2020年七月份 根据福奇博士的这个推论呢 最早呢有可能在明年夏天到来的时候 我们有可能会看到这个 有效的对于这个新冠病毒有效的这个疫苗的产生 所以呢我们还是应该更耐心 更小心谨慎的再等待一年时间 好的今天就给大家说这么多 非常感谢您收看 如果喜欢的话 欢迎您支持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